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arkets的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以战事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主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一 我是Jacky 那么今天开盘以来 澳洲股市大幅下跌近百点 目前已成是大盘指数跌破6800点 中国和香港股市亚洲盘先跌后涨 目前担到50上涨超过1% 中概股在香港上市的 券商股票拉盘率先互盘上涨幅度 超过平均超过7% 那么上周五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 这些股票跌幅超过百分之十几 像百度最多贴幅超过15% 一些小盘的中国股票 下跌幅度超过甚至50% 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讲 目前在美国的遭遇资本市场里面 基本上属于是被血洗了 那么中美双方从原来的口水战 到目前的真金白银在京市场已经开战 我们认为目前中美的关系已经是达到了近几年最冷淡的时期 那么随着中概股被狙击 我们也看到了上周五有消息公布出来 高盛抛售了1000多万股的百度股票 那么价值十几个亿 累计下来高盛一家公司在当天抛出100多亿美金 那么摩根斯山里抛出了接近80多亿美金的中概股的股票 加在一起200多亿 再加上部分小盗消息传出来有几家机构 清仓中概股 甚至有一家韩国的私人家族基金 在中概股面前爆仓了 用的是只有三倍到四倍的杠杆 在中概股面前 这一波血洗也是亏损近百亿 所以在目前的资本市场 看到的现象就是 那么两大主战场 一个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第二大主战场就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这两个战场基本上已经受到了美国华尔街的狙击 尤其是美国SEC证监会要求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要披露 其公司高管成员是否是中国共产党身份 以及是否跟当地政府有紧密合作 并且要完全详细的披露高管信息 跟当地政府的税收政策等等一系列的细节 那么这个消息无疑对中概股也是宏观上有致命的打击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家做企业 难免会受到政府的扶持或者是支持帮助 很简单因为大家要企业 要维持当地的社会稳定 给当地贡献一些税收或者是劳动工作机会 那么大家也会互帮互助 所以这样的国情在美国看来 有针对性的针对个别企业的帮助和扶持 在美国这种资本市场 你看到他认为是不太公平了 因为有碍于公平市场竞争的环境 那么有的企业受到了政府的扶持 有的企业没有 所以说美国政府在这一点上 他公布出来的这个消息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也意味着中美的下一步 可能继续在金融市场上愈演愈烈 那么汇率方面将是我们关注的下一个基本点 好了我们再考虑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最近非常多朋友问到了 未来澳洲是否会加息 那么我们再一次强调 现在我认为加息方面有三类考虑 三类加息的方式 那么这三类加息方式分别是根据三类通胀的情况衍生出来的 第一类情况是消费通胀 消费通胀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涨价 那么这个也是必然事件 由于我们的人工成本上升 我们的受疫情影响 交通运输枢纽的成本上升 运输的这些石油原材料价格已在上涨 所以说最终的成品商品价格最终必然是会上涨 这个叫消费性通胀 那么随着本国货币贬值 物品上涨的价格会远远超过过去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 尤其是像俄罗斯 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已经体验出来 因此对于他们来讲直接加息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那么第二类就是像澳洲中国美国这一类 有一定经济工业基础 在本次疫情也受到了影响冲击 印了很多钱搞了很多基建 但是本国内部的货币或者是物价水平基本上保持稳定 但是资本市场的反应却很强烈 股市创新高 楼市创新高 或者是二者都在创新高 那么这样的背景下 政府还是能够容忍的 因此政府的调控手段比较温和 基本上只是限制SLR 或者是缩减信贷规模 等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够调控 目前的资产价格不过快上涨的情况 那么第三类就是受到输入性通胀影响的 澳洲独有的澳洲特色 那么澳洲特色就非常的被动 因为澳洲大部分的制造业工业是在海外进口商品 本土的工业制造业是比较差的 大家都知道包括霍顿汽车之前也是申请了破产 那么很多澳洲的工业都是 其实是直接从海外 东南亚包括中国的工厂进口 直接进口 包括Kmart的Worlds买的东西 因此未来这些产品会涨价 那么涨价并不是澳洲企业赚的钱更多了 反而是赚的更少 因为利润是成本上游企业摊销掉了 所以说澳洲的企业在未来也会更难过 那么澳洲老百姓也花的钱更多 但澳洲企业赚的钱更少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于未来澳洲政府来讲 这一点所引发的通胀担忧 将会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它是海外输入性通胀 对于本国来讲 基本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所以未来如果是澳洲要加息或者是降息 整体来看的话 对澳洲政府和澳洲的居民企业 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在未来依旧要关注澳联储 是否会对加息或者是由新的财政政策做表态 那么时间应该会在9月份以后 所以大家在短期三个月的时间内并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这一波商品价格输入进来的涨价通胀 应最早也会是延期到9月份 那么在圣诞节前夕 我认为随着澳洲居民的消费力提升 节假日的来临 那么价格上涨速度会更快 因此在9月份之后 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大家对于房产投资 长周期的投资 要关注目前澳洲银行的政策 澳洲股票 银行股票的价格波动 以及澳联储的表态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金融资讯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助手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